葛珍汤 葛珍汤 是我们老北京最传统的家常汤品 今天我们将来做一个桌子 名字是Bosch 大家好,我叫金叶 我来自中国北京 首先是要准备食材 我们要把西红柿切小块 从小我妈给我做葛珍汤的时候 都放好多蔬菜 因为他说这样才更有营养 才能长大个儿 打鸡蛋的时候 你就是要倾斜着碗才更丝滑 一定要用葱蒜爆香 这西红柿炒炒就能出沙了 先放土豆 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熟 鸽蛋汤的精髓呢 它就是制作面鸽蛋 一定要记住要少量多次 放水搅拌面粉 最后再放各式各样的蔬菜和鸡蛋 不要忘记点准备香菜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再放入鸡蛋 一抹 再放入鸡蛋 最后浓入鸡蛋 要熟大� 每个小时 比较煮的肉 之为 我們要把肉切成熟的肉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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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油,加入了水果,辣椒 煮成熟了3-4分鐘 在這裏有需要煮成熟的肉切成熟 你喜欢喝什么汤呢?